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替代一南 所組成的宴行義工隊 今天早上來到淡水區的中正小座所 為這裡的身心障礙朋友 帶來一連串的團康活動 希望能夠幫助他們身心健康發展 感受社會溫暖 由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替代一南 所組成的宴行義工隊 今天上午來到淡水區中正小座所 來為這邊的身心障礙朋友 進行一連串的團康活動 而這一次總共有20多位的 替代一南 帶著小座所內的漫飛天使們 一起玩匕首畫腳遊戲 在一南熱情的帶動之下 每一位身心障礙者 都相當融入情境當中 玩得非常開心 利用他們自己的專長 像是有一些是牙醫系的 有一些是社工系的心理諮商 或是一些相關的工程科系 他們也都是利用他們的專長 來這個機構 然後這個順便教導這些孩子 讓他們能夠融入他們的生活中 把自己的這個生活照顧好 社會局表示 成立宴行義工隊已經有四年多的時間 過去曾經到育幼院 兒童發展中心 聲障機構還有安養院來服務 任務就是要逗大家歡樂 散播歡笑來散播愛 運用替代一南各自學有專精 讓一南發揮自己的專長實際去幫助弱勢族群 而現場有團康活動另外還有就讀中國醫藥大學 運用所學的專業來教大家 簡易的穴道按摩 而義工隊長表示能夠到社會角落來關心 萬費天使或者是長者們 都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做起來也很快樂 那宴行所謂就是在天上飛的宴子 就是它那個隊形就是希望說 每個人就是各私其其 用我們義男就是會有不同的專長 像我們這次就有出有中藝專長的 有社工專長的 然後就是讓我們在學校所學的這些專長 能夠去奉獻在社會 那我們宴行工隊就會去 大概每三四個月就會去一次各個不同的機構 然後陪伴我們的服務對象 就是我們的淡水在地的身心障礙者們 我們有很歡樂的一個活動 那最主要他們其實呢 也跟著我們一起體驗我們主要的作業產品手抄紙 那我們小作所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日間的一個訓練場所 讓很多在地的身心障礙者 他們可以透過這個場域 然後去學習一些記憶的能力 然後學習一些人技互動啊 還有就是一些休閒生活的調剂 小作所主任也說 淡水區中正小作所成立到現在 也接近兩年的時間 當中有許多的成員 每天都有不同的精彩生活 而今天藝南更與曼菲天使一起坐手抄紙 也展現出身心障礙者 也可以學習到自我專長 並且將成果給展現出來 藉由活動使輕度身心障礙朋友 就可以感受溫馨、關懷 有簡易趣味的具體活動 增加自信心、培養學習的熱忱 更有助於身心健康的發展 記得取得歡迎帶水財報道